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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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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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紹這本書已經講過兩三次了 所以我發覺一直在轉變 現在變成好像不是這本書的故事 是我的故事 因為天文學發展很快 所以我等一下會講一些最近有的事情 就把它創插在這個故事裡頭去 慢慢就發覺這個不是William的星空 而是李宗盛的星空 好 行 那我們就開始 我覺得如果同學是 老師們覺得聽到有一些地方 覺得有興趣 你可以去買這本書嗎 有折扣嗎 有 有 今天沒有打算來賣 但是如果要的話 我們可以做傳購 沒問題 找我 這樣在學校不應該做這種事情 不會那麼破例 好 我們就開始 當然這本書就是 我會跟妳講說 我為什麼對這本書有興趣 因為這本書我看到的 每個老師每個同學看 可能看不同的地方有興趣 都在講最有興趣的地方 因為我做天文學做很久 我會覺得 我很希望有一個 中國或是台灣的小說家 能夠寫本書說我們的 我們的科學發展 然後說這裡是 我們台灣人做的 這是我們中國人做的 對 這個這麼偉大的發現 主 我很期望有一天 你們可以做這個事情 那這本書就是 剛好是符合這樣子的精神 因為剛才說了 就是這本書的佐者 是一個拜賣人 對呀 對 所以他就把那個 過去的很重要的歷史發現 在拜賣發生的 跟他們有關係的 把它抽起來 抽起來 你就覺得這個厲害 原來當然是在那個 近代科學 在有這麼重要的位置 那裡頭呢 對齊啊 這個棋子是有點 有點那個弄錯了 不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當然這個 近代的天文學 它的起源是在歐洲 有給內歐 我們學過嗎 有科普勒 那這些我先把他們的 國家旗子放上去 那你 你認識到 你認識到 這個是哪個國家的旗子啊 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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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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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 那你數一數 在這邊 這麼多的旗子 哪一個國家的旗子最多啊 好像是這一個最多 對不對 就是呆滿 所以這個 這個小說 在一方面也是非常好的宣傳家啊 對 因為對一個國家的文化 它的遠視力 最好的方式就是這樣來說 所以我看我覺得這個很很 我覺得很 對我來講是很很切 那 所以我們就裡頭的故事說這個小朋友 怎麼跟他媽媽 夫媽 這個談話這些 我們就不說這個 要看書裡頭 因為他很很生動的一些一些情節 不過我找裡頭一些 比較跟天文學有關係的拿出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裡頭呢 書裡頭就會講到 你會學到 看到好像看故事像 看小說一樣 那個科普勒定律的怎麼發現 原來是怎麼奇妙的故事在裡頭去 還有萬眼鏡的發現 發明不是發現 發明的 我們用萬眼鏡來探索那個太陽系 從近到遠到遠更遠更遠 到了我們太陽系的邊緣 同學知道太陽系邊緣在哪裡嗎 在台北嗎 好 我們等一下會說到 可是呢 萬眼鏡 用萬眼鏡的重要性在哪裡 所以看那個光嘛對不對 所以光是怎麼回事情 大家同學有沒有想到啊 探索過一下 那這邊又講到說 原來牛頓啊 牛頓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光的什麼的 是什麼樣子的性質 之後 想法來講 我們現在最抗的一個故事是黑洞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 跟大家報告一下那個 最近最近一些有趣的發展 好 好 這個是一個 我上網 因為這個故事的起頭是這個暑假 在一個大媽的老房子 我上網找好幾好幾 才找到一個大媽的老房子的樣子 所以這個很寶貴 很寶貴很寶貴很寶貴 好 因為這裡你會看到他 他的旁邊 這個小男孩 他旁邊就一定是一個女孩子 他家在應該在這裡旁邊吧 對 有時候都看到他在他的發園裡頭採發 我覺得以後就自己用想像力去看這個情節 好 這邊就講到 我介紹一下天文學人意識上的一些英雄 英雄意思是他們做了很偉大的工作 大概就應該記得的 那其中有幾位 你看到他們就是哪個時候的人呢 就是十六十幾的人 對不對 一五四六 然後一五七 一五六四 一五六五 這在一個時候啊 這些人呢 開始摸索 他們一方面是本身 那時候的科學家 並沒有分你是理論還是數學的 他什麼都做 所以他很特點的地方是怎樣子 那有帝國 有克普勒 有格勒勒 有克斯蒂尼 好 我們下面再介紹一下他們做什麼事情 克普勒 這個小朋友哪一個是要想去念大學的 有沒有 對啊 你們不要想一定要去嘛 不用想要去 那念完大學幹什麼 要考研究所啊 那考研究所呢你就會面試啊 那我保證你老實一定問你是科普勒地律是什麼 對 所以要記得哈 科普勒地律 那是誰發現的 因為這個很重要 他發現用來證明是 原來那個 過去的古人在歐洲人覺得 地球是所有天體的中心 所以這些天文學家 根據他們的觀測 他們已經懷疑這個不對的 這個宗教上的說法 可是他們呢 一路累積這個資料 累積資料 很重要的就是他發覺 原來天體的運行呢 有一種規矩的 可是科普呢他只是定到這個規矩 好像那個老師一定會說 上課的時候不准講話對不對 一個規矩嘛 那同學有沒有說 問老師為什麼不能講話 為什麼 有沒有同學可以敢問 你要問老師嗎 為什麼不准我講話對不對 沒有被警告 被警告 可是為什麼不能講話 也是這樣子 所以他是定出一個規矩 那個行進的運動 一定有這個規矩的規矩 可是他們後面不能解釋他 這個規矩 好 不過反正有規矩就很好了 另外呢就是格里勒 一個義大利人 剛才看了國旗的 他就是用他自己做望遠鏡 來發現 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他發現什麼 有人發現了 在那個他用的望遠鏡看著木星 他在發現哪幾天的一個筆記 一個實驗筆記 他發說木星在這邊 我看到他旁邊有幾個小點 小光點 過兩天看呢 這些光點又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後來又回到來 又跑到那邊去了 好像在有一些物體 要著木星旋轉的 有些周期性的 那它的樣子 就像我們的太陽系 我們所想的太陽系 裡頭的物體就要著這個 過去是說要地球轉 那時候 宗教家都說 一定要所有東西要地球轉 他發現 不是啊 現在有些東西會要著木星轉的 所以你們一定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疲漏 所以他開始變成了以後 變成說 我們自己太陽系的行星呢 包括木星、地球都要著太陽轉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那可是呢 跟著呢 之後還有一些科學家 因為他們能夠發展一些儀器 所以科學的進展一定跟你的儀器的發展 是有關係的 那這幾位啊 我把他們說做什麼東西呢 叫Huygens Waygens 他做什麼 他用他的妄想鏡去看 看土星 這是土星嘛 土星環對不對 那當然土星在他的時候已經發現過了 可是他發現什麼 發現土星的旁邊一個衛星叫做Titan 所以他是Titan的發現人 牛尊大人 他發現了一個蘋果 會丟到地上 他開始想說為什麼 有這個 有怎樣子的發現了重力嗎 萬有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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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我等一下會考你 那這個說 這個重要 這個叫Ole Roma Ole Roma 我不知道同學有 老師們有聽過他名字嗎 有 他做什麼 你說有的他做什麼東西 我看這本書才知道有這個人 真的 他做很重要的東西 他是量的光速 等一下會跟你講一講 這個很關鍵的一個事情 在整個文理學上面 那William Herschel 他是一個德國在英國做事情的 他是一個音樂學家 他是跟那個英國的黃色寫音樂的 可是他業餘的天文學家 所以他在後院跟他妹妹一起靠過來 做很大很大的黃色寫 以後他成功發現了 這是什麼東西 猜猜 天王星 天王星 厲害 這是誰回答的 是你嗎 聽到嗎 各位 很不錯 爸爸晚上給他吃冰淇淋 所以你看 你看 所以我們在那個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一步一步的看到 首先 本來有個低星說 所以一切是要由地球轉 對 好他給打破了 就變成要由太陽轉 是我們太陽系 太陽系之外 可是 那個 木星 土星 火星 地球要太陽轉 另外一方向說 你發現一些大的萬隆間 能夠看更遠更遠的時候 你就發現什麼 有天王星跟海王星的發現 就有點像是 開始說 太陽說我們太陽系有多大有多大 那是要用萬隆間 越來越大萬隆間 來看越遠越遠的地方 雖然說 那是還沒有太空萬隆間 那是還沒有太空萬隆間 對不對 所以還是在地面上 那這個時候還有想說 進一步就說 我們的太陽系到底在哪裡 在宇宙在哪裡 那 同學去看那個可能這本書 還沒有 或是那些別的地方可以看到說 你任何方式可以看到 原來我們太陽系在另外一個地方 在一堆宇宙裡頭 一堆的好像一個孤島裡頭 很多很多恒星組成的 我發覺我們都在這個地方 在寧侯的位置 兩個島 那做的事情是誰呢 就剛才說 發現了那個天王星的那個 William Herschel 所以他做另外一個工作 有點像是開始 是宇宙論的發展歷史 那我們今天還沒有完 我們可能還在開始 要發現要了解宇宙是怎麼樣的構造 我知道小朋友說 其實好像很多書已經講過了 回頭想 可能還是還是很開始 好 我們講萬氧鏡的發明 這個是在網上可以看到的 那小朋友也很重要 這個本書 你看這個圖畫很有趣 為什麼呢 他說這個人呢 自己做一個萬氧鏡 一個好像一個科學家 天文學家對不對 他做這個萬氧鏡 要看什麼 是做生意的 因為他在你荷蘭啊 因為萬氧鏡在荷蘭 那個發前面那時候 荷蘭他的行業 航海很重要 所以從外面去做 從亞洲買東西搬回來 對不對 搬了歐洲 那這些他們的朋友 就要在 在那個 你知道我們地區是圓的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你離開那個海岸很遠的時候 你還看不到船對不對 可是你第一個看到什麼 你船的那個 煩嘛 那個 所以這些帶的那個商品的 回來的 船員呢 他會在那個 竿子上面 就做訊號 做個棋子說 你看 打訊號就說 我穿了什麼東西 那他們自己 永遠看到了 就趕快去把股市把它調整 賺錢這樣子 所以做放眼睛 是當初是用來做生意的 可是呢 有趣的是說 你看他這樣子桌子的時候 旁邊他學誰啊 學這個兩個小朋友在玩 我會說 可能整個科學家 就去模仿這小朋友 桌的放眼睛 那小朋友就在玩對不對 兩個鏡片來 挑挑 喔 會看得很遠很遠地方 那科學家看到隔壁小孩子 他自己做這個太照做 他覺得喔 行喔 這樣子 所以你們在 這幾天就想來發明 是啊 都有這個意思嘛 對 你們很棒 好 可是呢 這些大人 學了小朋友的 的發明 透了小朋友的發明之後 他們就到處說 我第一個發明 你看 例子上說 每個國家 因為這個很重要的發明 有德國 荷蘭啊 這些人在搶著說 是我先發明的 是我先發明的 可是同時候 一個重要的地方 你把妄想鏡調回來 做什麼 變成顯微鏡 對不對 所以也有時候 顯微鏡就發明了 那顯微鏡發明 當然是對生物學 是很重要的 所以變成是哪個時候 科學就開始蓬勃 所以重要的是說 妄想鏡是很重要的 那也是說 太原學家在這一方面 在很大很大的 很大很大的 地位 那這個是 因為是這本書 裡頭會講到 荷蘭人的貢獻 那又很重要的說 是發明了一個 忘記了一個人 就是叫做 Andre Mattis 他是你在荷蘭的海牙 那個阿斯特丹的路上街頭 都看到他的 他的銅像 就怎樣 那他在這個時代的時候 有一些畫家 因為那時候 還沒有照相機 還沒有手機 所以你一定要找畫家去畫 所以畫家你看 就是說他傳說這一個旅客人 這裡頭的人就是他 就是Andre Mattis 就看在這個地球 因為他把宇宙的信息 放在上面去 好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 在哪時候 這些畫家 就跟這些科學家 都在一起 好像很可能 就好像在一個學校裡頭 那個 不同領域的教授 會一起來談 所以一個很有名的一個畫家 叫做什麼呢 我說那個 但我寫 我寫了 你當然看得到吧 不應該寫出來的 這Pemir Pemir 如果同學以後 有機會去 去跟爸爸媽媽 去荷蘭 荷蘭 去諾州旅遊的話 一定要他帶你們去 那個荷蘭的首都 Amsterdam 一個很有名的博物館 然後就看到他畫了畫 他畫畫有名的地方 說很真很真 就像真的一樣 很真舍得情 好 所以今天一個很有名的畫 叫做天文學家 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這畫 就是一個天文學家 就研究了宇宙的構造 恆星的位置這裡 可是看清楚一下 他這裡的本書 這本書呢 他們就傳說 就是整個人所寫的 就是這本書 畫的時候 這本書就寫出來 這本書就找不出來 其中就其中一頁 那他的地球儀也往往是他的題材 所以他的另外一個 一個叫做地語學家 你看這個球也在放上去 同樣一個球 好 這時候 從那個時候呢 當那個望遠鏡一發現之後 那當然這消息就全到別的地方去了 那Galeo 這個義大利人 他聽到了 他也自己做一個望遠鏡 那他怎麼 他用來看 第一個來看月亮 第一次發覺啊 那小朋友 小朋友 你今天晚上看 你們有用過望遠鏡看地月亮嗎 有 有 上面有什麼東西 上面有一張在空洞 對 所以你是第一個Galeo 很好 那所以Galeo也是 他看 原來第一次看到 上面有怎麼多 到底是佛山呢 還是空洞 對當的時候 雖然 我相信他是覺得上面是有佛山 那是我們對的 有碰撞 產生空洞的觀點 觀點還沒有 這只是他做的 做的一個簡單的望遠鏡 已經叫他做成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發明 發現 那這個這個發現 就是對我們所講的 就是他書上所寫的 我們太陽系 就是像這樣子 Right 那時候呢 他又走到哪個地方去呢 這走到啊 你看他走到呢 走到我們的地球 火星 到 然後 木星 土星 那之後都沒有了 所以 後面的發展 就是大家那個 拿著做 越來越大望遠 跳去找 在木星之後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恆星嘛 對還有行星嘛 這是剛才所講的 在1781年的時候 那個William Herschel 就跟他的妹妹 這個後面是他妹妹 一起合作做一個很大的 那時候是全歐洲全世界最大的環境 就找到這個天王星 找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啊 這呢 過了又把天王星的軌道 在天空上看了十年二十年之後 發覺這個天王星的軌道啊 它的軌 它的運行啊 不符合那個科普勒的定律 就差一點點 那緣故為什麼呢 那時候的Culture已經知道說 一定是可能會受到另外一個 大的行星的搖動啊 所以那時候就幾個國家 英國啊 法國啊 德國 就在競爭說 誰要先發明這個啊 這個 發現這個最外面的行星 那這邊就說 有幾個有英國人 有法國人 有德國人啊 那結果就發現了 海王星就發現了 本來是說 應該是在這裡的 或是他真的 位置在這邊 好 那 如果你們有機會去巴黎的話 你們應該去那個巴黎天文台 門前啊 大門前就有個 有個 有個 有個那個童像 就是這個他們是 雖然說法國人的 這個叫 Levelry 他並沒有 他的理論並沒有 根據那個理論 找不到那個海王星 可是法國人還是覺得很驕傲 你知道 所以還是說 我列同鄉就表示是我找到了 這樣子 我覺得很不錯 之後 到海王星之外 你們閉起眼睛不要看這個 我還問你們的問題 好 海王星之外 是哪一個 還有一個行星嗎 迷茫星 蛤 迷茫星 可是迷茫星是行星嗎 不是 那你為什麼他有行星呢 那時候以為是吧 好 那迷茫星是誰發現的 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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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博是什麼地方人啊 啊 什麼 他是 他是 美國人 所以 所以 迷茫星 是 東博 很年輕的時候發現的 這也表示啊 從那個世界歷史的發現 以前的科學發展 發現就是 歐洲人嘛 對啊 現在慢慢你看到 在那時候開始 那個 另外的國家進來了 第一個就是美國人 所以 所以那個 迷茫星對美國人很重要 因為他是他唯一發現的行星 他們是希望用生命來保護他 好 在那個迷茫星的一類哈 在海王星之外 我們剛剛講過了 發現海王星對不對 在海王星之外 原來還有一些小星體 那些小星體是什麼 是在1992年才發現 才開始發現 你看我們在 在 我們人類在 1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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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Galeo開始看天空 過了400年哈 到了1992年 才發現 才還有一個星的發現 是1992年 發現在我們海王星之外 還有一群很小很小的物體 他叫做 叫做 康伯伊代 康伊伯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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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現這個人呢 是 老師 叫做David Jewett 跟他的學生 叫做 Jane Rue Jane Rue 他是 劉立信 他是 應該是越南的 他是越南人 可是他是越南 可能是一個 一個華裔的 在那個越南 後來他就 跑到美國去 那邊很聰明 就念書 就跟那個 跟朱伯教授 所以他們兩師徒 就拿了很多重要的講 因為 最近來講 天文的發現 以他們發現這個康伊伯代 是很重要的一個 所以 這個時候呢 表示啊 我們整個 整個那個太陽系啊 大概 現在我們再看一下 這太陽系 我們現在知道的 是怎樣的構造 那個小朋友記得啊 第一個 我們的 幾個大的行星 對不對 那個 到底是天王星 海王星 這個是呢 這個是誰啊 為什麼 美王星是怎樣子的啊 你們看到它是 知道它是美王星 嗯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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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不要忘记了晚上还有冰淇淋 记得这个 所以如果是一个天文单位是太阳到地球距离 那我们整个太阳线我们觉得是有物体全在的 大概是什么 从这边到这边大概是50个天文单位的位置 应该是说我们今天到此为止觉得 夭着地球在一个平面上运行的物体 大概是怎样的构造结构 那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形成呢 太阳线为什么形成这样子呢 跟外面的我们等下看到的系外形性的构造 的系统也不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我们天文学一路在研究 还在研究的问题 不过我要讲一下就是说根据这些 扩一伯代的物体看到有些扩一伯代 他们的轨道很奇怪 有些是只是在一边 因为通常我们会觉得扩一伯代的物体的轨道 它应该是均匀的对不对 每个方向都一样的 可是发现有一些是只是一边 在一边的时候 一些天文学家都说一定有缘故 有缘故是因为 是不是说在这一边 这一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物体 而且还没有发现的物体 他们叫D9 D9行星Planet 9 因为九大行星嘛 对不对 所以他说还没有发现 那根据他们的计算 他们说应该在某个地方 你应该找到它的 因为它很大 因为要产生这种咬洞的话 大一块 所以流氓鸡应该快找到了 问题是它找不到 找很久很久找不到 所以一些更聪明的天文学家说 当然找不到 因为它是黑洞 所以有个理论就是说 这些D9行星会是一个黑洞 那黑洞为什么看不到啊 黑洞为什么看不到啊 因为它黑洞跟太阳系 那个外太空也是黑洞 所以黑洞看不到 可是为什么恒星看得到呢 你让人家吃冰淇淋 不要让你自己全吃掉 OK 你说 有同学可以说 你为什么白的恒星会发亮 黑洞不会发亮吗 应该被太阳招了 因为被太阳招了 因为被太阳招了 因为它没有光线 没有光线 光线跑不出来 为什么没有光线啊 因为黑洞因为电力还会发亮 好 那你们来讲好不好 好的 我们再说下去啊 所以变成说很奇怪的 甚至人家 因为黑洞是很奇妙的东西 大家还不了解 所以现在一个情况就是 什么东西不了解 你说一定是黑洞走怪 因为黑洞不是超级的 不是 那现在就谈到这个光的性质 光是什么东西 光是 你看到我 看到我 有光线嘛 对不对 可是光是什么东西 你抓到它吗 抓不到 为什么抓不到 好 好 那有个人呢 在古代 古时候 他就想这个问题 他做一些实验 譬如说他光 你看到我 只是白光 对不对 那他就说 有白光 对不对 他有一个零件 他发觉他会把光 白光变成不同颜色 那同学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啊 有 那为什么会白光 透明的光会变成有颜色呢 有几个不同颜色呢 因为这个光是有那些颜色 用那个灵性 因为太阳色 那是四颜色 然后变成四颜色 眼睛看到有不同的 现在跟你眼睛的细胞有关系 眼睛看到的不同 白光是所有的光的结合 原则上可以说这样子 可是到了眼 以后我们再回答哈 这个问题 好 反正说有一个人呢 对这个问题很想知道 那他是谁呢 不过之前呢 我要讲另外一个人 因为在那个十九世纪 十七世纪的时候 有个问题说 终还没有发现 终还没有发现 你怎么量事件 所以有些很多奇奇怪怪的工具 一个刚才讲到的荷兰人 就是为什么浩兰人 对他很尊重很骄傲 因为他发现呢 钟摆 那回去呢 你问老师 钟摆哈 他有个周期的 他来 回来 回去回去 你可以量到他有个时间 所以变成他用这个方式呢 就是钟摆 钟啊 钟摆嘛 所以就像这样子 他说 我做一个钟呢 我用它一路来摆 我可以看出来 用它量时间 那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很重要的突破 原来物理来讲 量的时间很重要 所以时间很重要 在物理 光很重要 时间很重要 等下会讲到哈 好 为什么 发现钟摆 量的很精确的时间很重要呢 因为 就刚才讲到欧雷罗摩啊 这个人 这个人 他什么 他就是一个天文学家 你看 他就做个很 现在这个时间同学们也自己会做 我问你 你有 要爸爸跟你买一个忘记吗 现在呢 再买一个 你就是回去可以做个实验 我现在讲说 别的小朋友也可以这样做 所以你看木星 木星呢 是怎么样子 他有卫星嘛 他有卫星 所以木星呢 他当这些卫星跑到他 在那个太阳光照的阴影的地方呢 他就一下子不见掉 对不对 就不见掉 那他就 对 他就给那个木星的阴影挡住嘛 看不到 那他就量这个时间 他说 他又量 他就量 因为他现在有个重了 他用来做个实验 他发觉 木星呢 量这个 量这个 这个 从这边开始 就是 然后 我量到他 他发觉呢 他在地球 在这一边 对着木星 跟地球 在这一边 面对木星 时间是不一样的 因为地球 如果让我比较小 你比较小 你比较小 原理较大 对 可是真理人兑困 他就说 是不是 就是因为光线 光是有速度的 有啊 到地球 28分钟 那他 你看 他从这边 到这边 跟从这边到这边 对不对 是不是 就差一个距离啊 是吧 差这个距离 那他就说 我用这个距离呢 当做光的距离 来算它 所以第一次 他就算光的速度出来 算得很不足 还是算出来了 那这个十月内 时间同学们 可以自己做 光年 光年 那这样 现在我们知道 光速多少啊 我把它收起来 三亿公路 多少 每秒钟 三亿公路 三亿公路 好 那你怎么聪明 我说 光一秒钟 光一秒钟 可以从 从台北到美国 多少次 七十八次 嗯 七十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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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他一个指头压到 猜中的就可以先 OK 答案是怎样子 答案是什么 七十八次 七十八次 来 算一算 要算一算 那刚才有小朋友已经说过了 那个光线从太阳到什么 到地球八分钟嘛 所以我们的天文所 有个老师叫陈文平 他就有个演讲系列叫做星空五百秒 他说他讲五百秒就讲天文 所以大家同学他讲了四十多集了 欢迎大家上去听他的 他把那个天文学很简单很简短 可是现在就说了很深很深的地方 欢迎大家去听 可是现在是怎样子 第一个 所以变成呢 宇宙很大很大 对不对 所以他就用光年来做计算 就是光一年可以走多远 所以有地方你说一百光年 一千光年 一百万光年 那你就想到说 你要不要说有多少公里嘛 对 那可是呢 像这样子 因为光一个地方 比如这个灯 你把它放到台北去 很暗很暗 看不到 对不对 可是你要看他的时候 怎样 条件是说你要做个大的望远镜 所以为什么Galeo 虽然做小的望远镜 你第一次用看月球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呀 那越大的望远镜 就要看越远的东西 为什么越大的望远镜 因为那个同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因为那个同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因为上面不是有写 哈哈哈哈 还写不够啊 为什么我们说了 好像一个电炮 电动炮 它很远很远 它很暗嘛 对不对 看到电炮 你要有个大的 越来越大的望远镜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要 它已经收到的光 对了 你要用大的面 才收到它过来的光嘛 对不对 它已经收过来的光 今天是中 它的五月 那个东西越大 它进来面子越来越多 所以呢 给Leo开始第一次做的望远镜的口径有多少的晶片 这怎么小一个 就够了 就会看到月球 那我给大家看说 因为这样子要看越来越远的地方 那我们怎么 好像牛顿 牛顿做的望远镜 在1668年 大概是怎么大一个 呀 怎么大一个 好了 我们在 露林天文台 有个一公尺的口径 一公尺怎么大嘛 对不对 口径 就怎么大一个 你看跟没有人的比例 他们在 把那个一公尺的望远镜 撞起来的时候 在露林天文台上面就怎样子 有多大呢 就是 就我这个 你莫怎么大的一个东西 好 可是呢 这个一公尺的望远镜 看的地方不够远 现在呢 你看看 我们用了一个 现在放在刚才有同学说太空望远镜 对不对 太空望远镜 叫Hobber望远镜 它是两公尺的 两公尺的口径怎么大 所以一个人站在上面去 比较起来 那最新的 现在一个叫做韦伯 韦伯太空望远镜 对不对 它是6.5公尺的 比较起来 是这么大一个 那这个呢 是什么呢 是10公尺的望远镜 在地面上的 你看跟人的比例 那他们怎么大变成要什么 要几个晶片 好几个晶片拼装起来 对 好 目前来讲 10公尺的望远镜是最大的 你要做更大的 你要做更大的 所以爸爸给你冰淇淋 之后还要跟你做很大望远镜 好 贵 怎么做呢 我看 我比较一下 看啊 这个是10公尺的吧 对不对 现在开始有科学家 天文学家想做更大的 因为它已经10公尺已经有了 20多30年了 它要看更远的 它要做多大呢 这个叫做欧洲的极大望远镜 叫ELT 但只是假的 它把一些纸捡起来 要给你看看 多大 这个大概是40公尺 很贵啊 你看你看 你猜哪个 我问你啊 我我 这个韦伯望远镜多少钱 知道吗 一千亿美金 一百亿一百亿美金 一百亿一百亿美金 好的 所以科学也是蛮贵的 好 我们现在讲说 所以我们用这个 怎么大望远镜 可以看那个 有点像是看到宇宙的镜头 所以宇宙镜头应该就是说 宇宙刚刚产生的时候 刚刚产生的时候 所以这个最大望 在五年之后 就会做出来 那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那你们今五年之后 你们大概就还在念 高中了没有啊 那你们再过 好 十年之后你们就可以念完博士嘛 那你们就来做这个工作 那现在我改 我刚才讲的话 讲黑洞嘛 那一方面 大望远镜头 用来看很远很远的东西 对 可是呢 一些不发亮的东西 你怎么看 嗯? 黑洞怎么看 黑洞看不到 就看旁边的那个光圈 如果它是 感觉有点 OK 我等一下问你说 为什么旁边有光圈 嗯? 因为它被吸 它那个引力把他给吸进去的啊 因为它被吸进去的啊 因为那个引力超大 对啊 它就算把他跑那么快 它也在吸进去 你说 好 好 给黑洞进去过去的屋子是哪里来的啊 啊 很可能是旁边的恒星啊 对不对 屋子嘛 好 这个很好 这个是我们 可是我们把它再好好写下来 变成像 这里就是 大家看到这个好像黑洞的象征嘛 就是说屋子 在旁边 越来越多 屋子的东西掉进去的 光线跑不出来嘛 这样子 可是一些数学家 他很有本领 怕黑洞化成这个样子 是有白洞吗 那这个图叫做Penrose Diagram Penrose图 做这个研究的这个物理学家 他是上一年才拿到诺北奖 所以他的想象力里头的黑洞是怎样子 那那个被吸引去黑洞的东西出的来 蛤 被吸引去的 好 我们说 为什么有黑洞 就有白洞 你问那个 那个行星的那个 行星线是什么啊 那黄堂砍 升量太大 然后爆炸 什么叫质量 什么叫质量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 陈老师 你是女生不义气老师 哈哈哈哈 ok好 那我希望你的学生 会问这个问题 哈哈哈哈 好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牛尊发现重力嘛 对 牛尊什么时候发现重力呢 他很年轻的时候 一六一六年 那时候还是二十岁左右 他为什么 他发生那个什么什么病啊 对 有些 有些 叫什么 叫COVID-19是吧 哈哈哈哈 那他这个叫赶费家具 他每次做就想想 看到苹果掉下来 这样的故事了 可是他一个很难的问题 他讲了很久很久 讲了差不多四十年 才做出来的 光是什么样的性质 他结果他就写本书很有名 叫OPTICS 他说光啊 是一个个粒子多成的 所以的光呢 就是要看到 光是一个个粒子打到我们眼上去 叫光处 那他把这个 那当然这个之后 他的 他的理论就是一路到到 到那个二十十几初期 还是大家想像 之后才改变 你问那个 吴以西的那个 两个教授 那个陈余永教授 跟那个余波杰教授 他告诉你现在有 光有另外一个波动 对 可是呢 他讲的光子的时候 但是还是很新鲜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看新闻啊 知道一些最新发展呢 因为啊 就是有个人呢 叫做John Mitchell 他是英国人 他听到这个消息呢 他就想一个问题说 他说如果光这个粒子 像苹果一样的话 像苹果一样 如果他这些东西啊 在一个恒星上面 这个恒星越来越大的时候呢 他就到某时候 他就掉不出来啦 对不对 就这样子嘛 所以啊 光弱是个粒子 所以他呢 所以变成他在1783年 是第一个 讲是有黑洞 他呢 不把它叫黑洞 他就叫做黑星Dunk Star 所以回去讲的时候 他是一连串啊 所以他在牛津 讲过他这个光是粒子之后 他立即把他用在他的 他的理论上面去 好 所以这样子呢 近代的说黑洞呢 就是说 根据这个理论呢 就是说 我可以啊 一个物质 如果他的质量是M的话 我可以从他的质量来 还有他的光速是C的话 我可以用怎样子的 这个是中立常数啊 用怎样的简单的方程式 告诉我们说 这个黑洞会有多大 同学记得了吗 这个 记得这个方程式了吗 好 我再把它看一次 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好 现在写出来 好 我现在问同学说 我现在问同学说 地球的质量 会变成黑洞会有多大 猜猜有多大 猜猜有多大 有吗 都有吗 那有吗 拿出来给我 怎么 这么大一个 你把地球质量就变成黑洞 就怎么大一个 所以你们口袋很可能 就好几个黑洞了 那 对 你可以用来公式 写出来就怎样子 那太阳很大很大 对 太阳只能很大很大 太阳 变成黑洞会多大 一个地球 一个地球 嗯 应该就是地球 那地球 一个地球 一个地球 一个木星 一百 一个五十元 一个一百五十元 一个一百五十元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海洋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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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千多公尺 因为那个 那个海沟就有些 不是平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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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 那我把太阳变成黑洞 放在海里头去 刚刚好 就这么大一个 好 好 那我们知道 所以知道 黑洞的话 有很多质量 变成很小很小 对不对 现在有概念 那可是呢 在宇宙有很多黑洞很大 质量很大很大很大 很大很大 我们知道啊 在宇宙里头 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星系 叫做M87 M87 它有很大很大黑洞 那黑洞质量有多少呢 它有多少 有五十亿太阳的质量 那你把这个 这个太阳的质量 变成黑洞 会有多大 算算 算出来呢 银河气大两倍 这个M87 这个黑洞 会把我们整个太阳系 放进去 而且 银河气的两倍 两倍大 是银河气 太阳气 对啊 是 可是因为这个黑洞啊 你看地球很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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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讲过 距离是用光年来算嘛 对不对 它呢 跟我们有差不多 五十几百万光年的距离 呀 就你要 你会想看 用高铁座的话 大家要走多远才到M87 因为怎么远啊 所以我们用地面上看它的话 它很细很细 比头发还细 你自己把头发扒一根下来 看一下 好痛 哈哈哈哈 然后你是看 你看不看得到啊 呀 所以我们意思说 我们在地面上要看这个黑洞 M87黑洞 就像看这个点 比台湾 比那个头发还要小 小几倍 就这一个 呀 所以 所以寇学家 天文学家 要看 看这个黑洞87 他怎么怎么做啊 超大陆远镜 嗯 超大陆远镜 嗯 要多大 有多大 要 你有多大就要多大的嘛 对啊 不是你能够有多大呢 一间房子 一间房子 一间公司一大 一间公司一大 所以呢 厚水家就好几年前 十多年前就想说有一个 他叫做什么 叫做 第四件四野望远镜 叫EHT 他把整个地球上面一些望远镜 就穿起来 然后 变成一个地球怎么大的一个望远镜 好 来看这个M87 那其中一个呢 放在那个北极的 叫格林兰望远镜 你猜是谁放上去的 台湾 对啊 所以台湾有在里头去 有参加这一个 而且在最北最北的地方 OK 好记得这个 然后呢 他们用这个望远镜啊 在哪时候台湾望远镜还没有在 不过他们已经先做了 他们看到一个M87 黑洞 大家在报上看到吗 对不对 就这样子 最近他们更把资料在分析更好的时候 发觉黑洞有这样子的条纹 这条纹很奇怪 它是由于磁力线做成的 所以黑洞是有磁力线 好 可是我们用最大最大望远镜看啊 看了黑洞 最大最大黑洞 用最大最大望远镜地图上会有的 是能够看很模糊 等下你们去参加那个私立检验 就知道要看到这个黑洞 要看更清楚的话 这样你要什么 要应该要比那个地球更大 地球更大的望远镜 对不对 不过我现在跟你讲啊 所以刚才所讲的这个黑洞呢 我会把整个太阳系都放在里头去 就像这样子 看迷茫星就在这边 比较在这里小小一块 好 不是刚才讲说 这种圈圈是什么事情 这种光圈 黑洞不是看不到的吗 对不对 为什么会看到有光呢 有光圈 好 那我们一个模型啊 那你当你去念大学的时候 开始念整个桌子模型 就会画一个东西像这样子 中间是一个黑洞嘛 这边看不到 可是刚才所讲的 黑洞的质量 可以把什么很多旁边的东西吸引过来 它形成一个盘子 这叫契机盘啊 那边打电的东西呢 它很热 产生很多能量 所以它很亮 所以这边就是个光源 那这是个模型啊 不是我们从外面看到说呢 黑洞重要的地方 它的质量很大的时候 它会把光线啊 光线的 我们常说 我从这边到里边 光纸是什么 走直线嘛 对不对 可是当中间 好像 这个小朋友 你是个黑洞的话 我从这边到里 这边光线就通不过去啊 要转个弯才行 所以看不到就是因为那个 照不亮 所以我们看不到 有点像这样子 这个说 不过简单来讲 我们用图来画的话 就是会这样子 这个是一些模型 那刚才讲到 这些圆圈叫做黑洞 剪影 效应 shadow black hole shadow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我们 解释跟解释说 我们从不同角度看这个黑洞 会有怎么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 基本上是怎样的东西 是这个角度 比如说 对不起 对 光线呢 它的光环在这边 对不对 可是光纸呢 它不能通过这里 不能通过黑洞 可是这里的光纸 可以摇个弯 转个弯 跑到你眼睛上面去 前面的也可以直接 跑到眼睛上面去 那后面的要怎样子走弯 是怎么走弯 光线又不会弯 就根据它的质量的 质量的效应 好 但我们说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黑洞 还是模糊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看更清楚 把黑洞里头 看得更清楚 是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 用太空网线 用太空网线 为什么用太空网线 太空网线 可以看得更近 可以更近 更近 用卫星 因为太空网线 可以放在轨道上面去 对不对 它可以更远 可以拔到什么 拔到这个 你看 拔它 如果我们在地球上面的网线 刚才说有的 跟一个太空网线 或是好几个太空网线 合起来 就一个很大很大的 很大很大的系统 对不对 就可以看到黑洞更清楚 是不是 所以我们跟小朋友说 跟老师说 我们今天看这个宇宙 看黑洞 这个情况像什么 就像我们刚才 开始讲的 这时候望远镜的发现 像看黑洞来讲 很大的望远镜 像跟这个人 自己做小望远镜一样 我们一路要做更大更大望远镜 好 结束来讲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过啊 这本书 你们拿回去看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我看很重要是说 哦 这些重要的发现 都有历史的 都是我们小朋友 变成伟大的科学家 才做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国家 都会把它其实放上去 那你说 就完了吗 我们就没有 我们就没有机会了嘛 对不对 能够发现就发现了 再没有更多冰淇淋 可以吃了 不是 因为我刚刚讲过 我们对黑洞啊 对很多东西的了解 还是很初步 黑洞去哪儿还没有 那我就等你们去做了 所以我希望呢 大概在周小姐 三十年之后 你再出一本书 那这本书呢 就是说里头 扩碎历史啊 全是你们做出来的 好不好 那时候说你要 譬如说 宇宙啊 黑洞啊 以后有机会 找老师来讲 崇洞 给你们讲崇洞 好不好 对 用我一句好 我不会讲崇洞 好的 我们就先这里 结束 均畅 好 好 好 啊 是我